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今天又和大家分享 从负面家族的名声类必 可以如何翻身 第一代的成败 会不会影响第二代的人生 在现今的社会 我们常常听到是隔代贫穷 含着金锁石出世 或者富二代等等 这都是从经济的角度 来看对第二代的影响 当然经济在现代社会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特别在这个笑贫 不笑窗的时代 其实两代又何止 在经济上高的影响呢 两代在思想 生活的态度 家庭的责任 政治 行为 交友 用钱 服装等等方面 都可能表现出这种差异 但是两代所以会有差距 教育家认为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过分重视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而分略了做人处事处世的培养 使到年轻的一代 不明白做人处世的道理 缺乏伦伦理的观念 和适应社会生活的技能 更不明白黑己为人的道理 因此 这个和经济是没有完全的关系的 家族前人所流下来的明星和历史 往往也是后人无法逃避 要去承担过例 当然 在现代社会 特别是西方社会所强调的 个人主义和隐私 都瓦解了社会特有的群体性 不能够签阅别人的空间 但同时 在这个科技互联网的世界里面 所有前人的历史 只要你是有心着意 来到去搜寻 都会重现在各人的眼前 你曾否经历过 因为家族前人的明星和历史受到牵连呢? 在所身处的群体里面 是被误会 被拒绝 或者是被凌辱呢? 你还会不会留在一个群体呢? 在过去几十年 参与一些群体的活动 和教会的组织 我都发现 有不少的人 因为自己 或者是家族的影响 而离开 不想面对 好像离开了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或者是参与一个新的群体 他们不知道 我的家族历史 和我的历史 自然什么都是重新开始的 其实有一位历史过来人 在犹太民族里面 因为祖先曾经被免去 当时民族里面一个重要的角色 全个家族的后人 都是被轻视 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 他出生是一个祭司的家族 在他的民族来看 可以是名门望族的世界 但是他是属于一个叫做 亚比亚他的家族 只可惜这个家族 曾经在他出生之前几百年 是被所罗门王所废的 由另一个祭司家族 撒督去取代 在过去华人圈子 一个说法就是 成份不好 遭受到四方八面的拒绝攻击 再不可能是出头的一日 作为祭司家族的后人 不是他的初 但是是被历史民族的深窝所否定 被牵连到一个不受欢迎的圈子里面 在他整个人生屡次被人嘲笑 威乐 甚至曾经遭受到 人家对他起了杀机 将他除掉 因为他按着委托他要全港讯息的神 向祭司官长先知百姓的指证 引来了这些遭遇 特别是他所针对的祭司和先知 因为他在这个群体里面 因为他的背景 而给人的感觉是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格的事情 以求出位 重新去打造 打入这个圈子里面 表现出他的独特见解和眼光 这位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耶利米 没有因为家族的成份不好 而远离人群 他却是因为在信仰里面 重拾了被肯定和人生的价值 而勇敢的上路 面对人生迎来的挑战